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没有开回收公司 所以这些东西怎么处理 问我等于是问道一忙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可能是家电吧 因为电器是被 常常在太旧欢心 常常发现了新的东西出来 新的产品 许多的公司厂商 为了刺激消费者的购买 所以不断地 在形式上 造型上 以及它的品质上 都在改进 都在改变 所以很多人一看到 新的出来了 又有新的出来了 又有新的出来了 不断地改变 不仅仅是家电 设计上衣服也是一样的 我听到说 这个西装 你们男生穿的西装 说两年以后 要找到同样的西装 找不到 连个钮扣要买 掉了一个钮扣要去买 都不容易买到 这个就是厂商 他们的本质大 就故意地叫你 两年以后 你就废患不可 你坏了的时候 你缺了一点点 你都不行 又听到说 说十年二十年以后 旧的款式又变成新的 还可以穿 所以说我建议 衣服 这男士的衣服 算了就得旧了 你留了四年 二十年以后 再拿出来还是新的 但是另外 我们这个儿童的玩具 现在也是层出不穷 也是新的有新 也多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的 有一些是必需品 有一些是装饰品 有一些就是拿着玩的东西玩具 有的一些是必需品 但是变成了奢侈品 必需品里边 有的是经济生用的必需品 有的是奢侈装饰的 表示豪华 哭泣的这种 商品 可是呢 在我们处理垃圾的时候 家庭里边 如果垃圾堆得太多了 也是麻烦 所以凡是有旧的东西 出来以后 现在多半是 请厂商再收回去 请厂商收回去 比如说我们用的影音机 用完了以后 还没有换影音机 要淘汰 它又拿回去 他们拿了去做什么 是不是真正的 再重复的使用 或者是变成新的 再来给我们大家使用呢 多半不是 多半呢 它们废弃 掩埋 或者是流放 有一些很不道德的家庭和厂商啊 听说就甩到那个河流里边 当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呢 这个河流 有河川啊 这个反正水一会流啊 丢到水里边 或者是呢 丢到海边去 因此 现在我们的海边的海滩呢 多次受到污染 河川 受到电气的污染 这个非常的严重 还有掩埋啊 也是个问题 我们将来啊 到了五十年 一百年以后 我们的地下 统统变成垃圾山 人将来都是住在垃圾山上面 所以这些问题是非常的严重 我只是提出了这些严重的问题 这怎么办 听说在 这个西方的社会呢 他们还是买到深山里边去 把山呢 挖得掏空了以后啊 挖到深山里边去 特别是比如说 这个赫能的废料 挖到 这个深山在哪里 这沙漠里边的深山 挖到几公里深进去啊 把它藏到里边去 那个东西将来打个 不会到地面上来 现在我们 法骨山 在齐仓的呢 是啊 续腹运动 陪腹运动 那就是啊 肺窝 在交换 所谓肺窝 实际上是旧 这是旧了而已 有些家庭用的电器品 只要修理一下 还是可以用 收音机 也可以 这个 电锅 也可以 凡是电器用品的 电风扇 也好 只要修理一下 大概还是可以用 不过现在的人 很多人呢 认为修 修了以后是旧的 还有呢 修也要花钱 不如说 干脆丢掉了以后 买新的 在经济上 在美观上 的确是 太旧 还新 这是很好 但是呢 对我们这个自然界 这破坏 太大 所以说 为了 将来我们这个地球啊 不要说地球 是我们台湾吧 能够啊 还有 多一点 干净的土地 让我们人来住 所以把这些 旧的东西 最好是呢 旧平新用 我是主张啊 我们的政府也好 工商界也好 最好能够啊 多花一点钱呢 来研究出一套 使得这个塑胶的产品 回收以后 如何地再使用 重复地再使用 或者是呢 来 给它融化以后再使用 这个是需要 多花成本 那么这些成本呢 在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啊 还没有看到 有人投资这样的资 因为这种投资啊 这是花钱 而没有办法赚到钱的 那么现在的人 要叫他不赚钱 而专门花钱 大概不干 可是我也相信呢 我们社会上 还是有不少啊 有良心的 或者是有善心的人士啊 愿意投资 入干的资本呢 来做改善 改进我们社会环境的工作的人 事实上 在台湾来讲啊 环境保护的问题 相当的严重 大家只知道 希望环境很好 可是没有想到 如何地保护环境 如何维持环境 所以这个废品 救品的处理 就是一个大问题 阿弥陀佛